我們看看這一題 他說在一次測加速度實驗中 滑車拉動指帶經過電鈴計時器 就從這裡拉 一開始比較慢,越來越快 那麼在T秒內 T秒內的話 得出N個點的指帶紀錄 這個T秒內的話就是說 他打低點不需要時間 從第二點開始算起 點跟點之間的時間點多少 我們叫小T 這個幾個時間間隔 有N-1個時間間隔 所以是T除以多少呢 N-1 有N個點等於有N-1個時間間隔 所以一個時間間隔 等於是個週期 就兩點之間的實距是這麼多 現在他是說 若只帶的最初一個部分 如這個圖所示 請問 只帶上每5個滴答的時間間隔多少 每5個滴答的話 像這裡 1 2 3 4 5 5個滴答就是4個時間間隔 這個我們叫做T0 用這個5號 這等於4個什麼呢 4個小T 因為一個小T是兩點之間的時間間隔 這5點的話有4個時間間隔 所以是4T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N-1分之4大T 這是A 那再來我們看B B小T 依這個圖所標示的距離之量 推論此實驗側等的平均交度為多少 我們看 我們看前四個實驗 他的平均速度多少 我們叫V1 是等於多少呢 4等於L1 除以多少 除以這個T0 然後後面4個時間間隔 他的平均速度多少呢 是等於L2 除以那個T0 就是4個時間間隔 好 那我們曉得說 他這個平均速度是等於中間那個時刻的順數 這個是中間那個時刻的順數 這個中間那個時刻的順數 到這裡中間那個時刻的話 總共經過什麼 經過4個時間的時距 就是等於那個4個間隔 那也就是T0 也就是交度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 這個我們可以這樣寫 就是說 V1bar 實際上是等於V多少呢 二分之大T 大T0 然後這個V2bar 實際上是等於那個V 這個是 那個是二分之大T0 加上多少呢 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 就是多少 等於是這個 這個時間間隔 等於是這裡的T0 加上多少 加上這裡的二分之T 所以T0加二分之T T0加二分之T T0加上二分之T 這樣子 好 那這樣的話 它的那個平均交換度 就等於T0 就等於T0 分之 這個 這個是 這個V T0加二分之T 減掉多少呢 V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 代表二分之T0 那個時刻的順時速度 這個代表是 T0加二分之T0 那邊的順時速度 二分之T0 這個呢 就 代這個 代這個 代這個就等於RT 等於是這個 減這個 再數以T0 分之L1 就等於T0分之L2 減掉T0分之L1 那數以T0 這等於是L2-L1 那數以的話 除以T0平方 除以T0平方 就等於 這個導數的平方 就4T分之N-1的平方 那現在的等於 等於L2-L1 那就是N-1的平方 那數以T0平方 那數以T0平方 這個就是答案